移轴 一种摄影的技巧 可以将真实的世界 拍出玩偶都市的感觉 打尖世界的人与世 多少体面光鲜与冷静孤傲 看似荒谬但都真实存在 透过移轴 我们捕捉这些人 那些事 寻找社会主轴外的移轴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生活很平淡的 煮个饭 买菜 饮茶 就知道早上喝一口 人称珍姐的霍群玉 家住天水围 一子一女 共同承担母亲的日常开支 到天光需百卖 不为什么 就是希望能和老街坊聊聊天 珍姐在天光需百卖有八年 最初家里人一致反对 但因为她不愿意成为子女的负类 和她坚持独立的性格 家人最终让步 我说你想不想妈给你们照顾 我就是不用她们照顾 她才肯让我出来做 八年了 在这个位置 那时只有几档 她们照顾的 只有她那个 卖生肚药那个 我和卖这里 是这几档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摆这里 我们知道这个虚史 其实都有十几二十年 其实都和天水围一起成长 为什么开初会出现呢 因为天水围发展初期 是没有街市 很多设施都没有的 当时有一些龙湖 就摘一些菜 在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 就在天水围明渠旁边去卖 后期因为有一些 住在天水围公屋的街坊 看到有小型的虚市 自己也试试拿 家里的剩余的东西出来卖 也有一部分是内地的新移民 他们很熟悉 内地有哪里可以进入货品 因为这个虚市的货品 相对比这里领会商场的货 是刺一级一些 可能是没有牌子的 所以价钱又会便宜一些 吸引了很多低收入家庭 来这里买东西 我们粗略地数过 当后大概有六十至八十个当后 平均 人流就真的不太算得到 真的不太算得到 我猜到 如果他们是由八点到九点半钟左右 我猜到应该有五六百人 就是老了 没有人请 这样试试买一些音乐盒 买一些… 我自己的弟弟是做肉器的 拿一些肉颜 拿一些其他五楼 十二生跳来买 出来聊聊天 不用说老人千呆 那样的意思 是否做肉颜色 不就是好 蓋着饼 比你穿的顶色更好 我最重要的是就是长 因为… 它是太高布 像摘起来一煮菜 你摘起来慢慢来 那些沙拉布 我老公以前在新加坡吃 买回来的 早晨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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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的餐 不要太短了 有大的熱誓都能看到 擺一個多兩個小時 只在開心之外聊聊天 我不是只要他吃飯 只要有餐茶有餐菜 我就會碰到 我起碼也不用先拿鍾盤 就算他給我我也不愛 兔金已經煩太歲了 他熟兔仔 要是帶猴子 要是帶羊 要是帶豬 要是帶嬰兒 要是帶嬰兒 買隻豬仔最好 豬仔最好 十元 你去哪裏買都沒有 我明白了 因為我不用租 你幫我買東西你放心 我在這裡買了百年 沒有一個壇 是很漂亮的 又是十元 好, 給錢… 這樣吧 好, 好… 謝謝 往日不用這麼走 小檔 現在都是一百檔 我們將市政來巡邏 有時候一個星期來五、六天 有時一次、有時兩次 有時是整天站在這裡 是啊 所以我們搵食 都是挺尷尬的 和其他的五排虛勢一樣 食環署時不時會光臨這個區域 一旦遇上 當主門不得不迅速打包貨物 儘快離開 不然的話 貨物就會被充公 弄得血本無龜之餘 還會惹上官非 這就是小販們所說的 走鬼 他就抓我兩次 一次就在興鐵站 一次在這裡 在學校一走出來 一走出來 他不理三、七月 我看不到 他一搭搭著我 那我就被他抓到 他去過我左階 小販擺賣 全部的貨物是垃圈我的 沒有給我的 有很多都被他抓過 美女又來買過 這個吧 這個比較貴 是呀 沒給我的 蹲在那裡 不是蹲著 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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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賣不到 不是每天都有生意的 有時沒有 有時是做幾百 因為我的肉不是經常有人買的 正確才會買 有些外來客 買回去拿回鄉下就有 我不做小飯 但是對一個人就擔心著有老人之外 我覺得挺好 好過靠兒女好過靠人 我起碼都找到自己想吃甚麼 我又買甚麼吃 我不用說那份家是用恩字恩字 風雲變幻 虛實不定 把握先機 出奇制盛 知盡知止 有張有持 以一為止 遠交進攻 如何在風起雲湧的國際舞台上 運籌帷幄 決勝於千里之外 香港衛視 張少威與您一起決戰白交 才能跑出來 這點是香港衛視 夜幕丛林 街灯亮起 深水部的夜生活 刚刚开始 阿全 每日入夜 便来到这里摆卖 一直到凌晨 人群逐渐散去的时候 两个挚友 阿威与七仔 也经常在这个时间 来到他的摊档 一块摆卖 我是大学毕业的 我大学是读IT的 都之前在某间保险公司 做过半年理财顾问 后来我辞职后 也是找一些兼职工作 其实我每一年 在年初一、二、三这几天 都会在街口放一些夜线 其实是跟街坊打声招呼 今年我发觉多了一些年轻人 出来摆档 所以有时吃完饭 没办法做的就是过来 大南街跟他们聊聊天 最初我只是走过来 买东西 后来跟一群当主、老闆 比较熟悉 成为他们其中一份子 我本身也客串政策 有时要拿些东西去买一下 虽然叫环保密允许去 但是是不受政府认同的 它也会有受的限制 就是会被侍应局赶 被小环署去赶 会有人去干涉 至今可能是一个默契地区性的虚视 但亦等于会树大招风 亦会受人投诉 某段时间你会看到 可能会水正河飞也不顶 大胆说句 大部分人也有可能 自己还是拿着中环的金 需要的是帮补生计 有些人会撿脂皮 有些人是变卖一些 别人不要 或者他拿到的 别人认为垃圾的人再变卖 这件事都是成为生计的其中一种 这个为数是不少的 至今我都会看到 有些基本上是可能为兴趣 像我这些 不是很急切需要去生活的 都会来摆带这些虚视 目的可能就是为了 你平时增加多些收入 还有有个小社区的感觉 在一班乘航乘舍当中 找回自己很多尊严 有些妻子可能七、八十岁 但她仍然会在这个地方放荡 你会问她 为何你这么大年纪 就要拖着一代、二代 即是她用努力去拿来摆帕 有一部分是内地来的新移民 也有一些应该是本港人士 至于年轻人 有些可能是低学历 或者比较难找到工作 所以他们晚上出来摆帕 其实是找一些外快 帮补加计 大南街的摊档 也会有很多二手的货品 其实不是很贵重的物品 只是自己觉得没什么用的东西 看看有否有其他人合适用 二手的可能是有些朋友 用到舊 或者换机,或者不要送给我 我本身也会和批发商 拿出一些产品 所以有些都是新货 有其他朋友乘下来买 基本上只是做熟客 因为他们会某段特定的时间 他们会去找我们去买东西 买东西 哪段时间会来到 有些人是特意找找人来买 其实在那里生意不会太好 都是做街坊的生意 所以都是一百多十 如果纵粹靠在那里摆帕 如果是谋身,基本上是租金也不足够 所以很多人本身上了附近的公屋 然后是找到一、两餐 下午茶钱而已 做小贩,一旦要看天空 下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客气了 第二,你就要看回 因为其实摆东西 都会有这儿的生态 有这儿的游戏规则 晚上基本上是要10点 踏正30分才总开档 然后有些时候 例如一个星期有一两天 会是不准开档的 这些是由小贩管理队去定的 走鬼?会有的 有时可能是… 人们已经返回来 但会有小贩管理队说 今天不可以摆带 或者到12点左右 小贩管理队也会有人来清场 简单来说,每个人是无牌擺卖的 所以会引致到 招致后果是必然的事 又看到人家抓了一个小贩管理队 当然它有些很暴力的镜头 也曾经有人拍下过投诉 最后的结果就是 一定要充公些货物 接着这个人就会罚钱 我比较肯定对那个存在价值 是因为都会见到 很多中产的人都会来买一些 很特色的东西 亦都有人专程来寻寻 有些游客特意过来买一些特色的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 你除了日用品会在这里见到之外 你会见到一些 为数不少 其实是很多人家视之为古董的东西 可能会在这里找得到的 当然在这个深水埔的地区 本身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他可能需要买一些日用的用品 但他付不起一个新的价钱 他有可能在那里用低过十元八块的价钱 就可以找到他的需要 这个我想是一个互相补给的一个渠道 我会觉得做小贩 是有他自己本身一个存在的专严的工作 他每个人视他本身的档口 视为是他自己的工作 他为这个工作负责任 而且他会把这个工作好好地去做好 一张舒适的沙发 一个精彩的话题 一杯飘香的咖啡 一份心灵的奇迹 用西方思维描绘东方元素 唱谈热议古往今来 每天相约在这里 东边西边 每天都回应 我每天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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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的運動 短短幾天就收到五百個簽名 我們最近都有做一些問卷調查 訪問股客 股客大部份收到有九成多 都是支持有這些消販稅 因為除了可以買到便宜之外 他們覺得可以有一個消閒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都是下來趁熱鬧 沒有那麼悶 經常在家裏 所以我們覺得小番市除了可以給街坊就業 一些基層的家庭可以買到便宜之外 對於天水雷來說 是一個很有社會價值的地方 為何今天買回來 對面那一棟是靠他們養家的 不是他們夫妻在這裡擺 是很重要的 他們這些人要賺錢的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沒有一個發展小販市集的政策 現在只是有一個小販管理政策 最主要就是管理一些有牌小販 譬如是九龍區花園街那些小販檔 政府其實現在已經沒有再發牌了 所以其實所有流動小販在政策層面上都是違法的 但是政府在政策上的態度 其實它又不是完全否定小販的存在價值 它都承認小販是有一個舒緩頻繁作用的 也都覺得是一個尤其是天水雷這些偏遠地區 是在發揮一個足進社區天制的作用 那麼天水雷主要都是一些領會的商場 那麼現在其實領會 我們觀察到天水雷的領會商場 大部分都是一些有牌子的店 都是一些大型的鎖店 而街市其實都是一些 一些省租式的小商戶 那麼所以其實我們覺得 現在天水雷這個天光區賣的貨品 其實跟商場賣的貨品 其實不是那麼大粗突的 其實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跟地區政府談的 那麼大家都會很關注 那個小販市達的運作模式 很仔細的 包括他們擺賣的位置 擺賣的方式 如何挑選一些人去參與 一些很細節的位置 所以在中間其實花了很長時間 要去諮詢不同的街坊 諮詢一些法律的意見 游說過一些立法會議員 其實天水雷區是屬於新界西區 新界西區其實各個政黨議員 其實都是支持有這個小販市達的 還有覺得如果當中是有街坊的參與 小販參與共同管理這個市集 其實是會更加理想的 如果有一些福利團體 去願意去刑辦一些這樣的小販市集的話 他們又找到地點 合適的地點的話 而有地區人士也都支持的話 是同意一些這樣的小販市集的 我們自己感覺到地方官員 因為沒有一個完善的政策 去跟著政策去做 所以他們只可以在一些 洞洞洞洞的地方去找一些空間 去嘗試推行 始終我們都是一些小販的小組 都是一些民間團體 所以如果我們要去 天水為30萬人 我們要做一個完整的諮詢 又或者要諮詢不同的地區人士的話 其實都面對一些困難 所以其實如果政府可以積極些 去幫忙去協助諮詢地區人士 協助推動的話 其實會幫到我們會多很多 有許多年輕社工組成的關注組 經常為夜市當主們提供捐助來的貨物 與他們聊天 了解他們的擺賣情況 因為怕靜心 其實現在政府對小販的態度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打壓的態度 因為好像這裡五夜區 幾乎會不定期地有些小販管理隊來操場 其實那一晚那些小販就不可以擺檔了 其實政府知道這一類的去市 對於一些窮人來說是有用的 因為它可以幫到一些基層來買到便宜的 或者是一些賣東西的小販 他們可以透過在這裡擺買去賺取一些生活費 所以它又不是說打壓得完 說我每晚都來捉 我知道你不買我就來捉 但是它會定期來捉 就是告訴你 我這件事不是合法化的 平時我們都會來擺放一些街站 除了幫當主 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 其實可能會幫他們申請一些 如果他們在家裡的住屋方面有需要 或者一些的中門上面有什麼問題 或者一些想申請交通津貼方面的東西 或者其他的家裡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可以找我們去幫忙 我們收集到一些 譬如之前也提過 有些同學仔會來體驗一下虛時生活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有些物品 可能會捐給我們的機構 我們所以都會把物品 再轉陣給其他的當主 希望從而都可以幫到他們的生計 其實天所為區 我們都有去想過 有哪些地方是適合的 其實天所為也有些球場 或者一些屋邨的廣場 一些公安空間 我們跟小販聊過 就覺得其實河邊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 又不是一個主要的通道 亦都很接近居民 所以其實河邊是一個很適合 每天早上有一個試集的地方 至於其他一些球場 還有的地方 我們就覺得可以試做一些假日試集 就是全日的 其實全日的試集 除了可以給這班小販白賣之外 其實都可以給一些合作社 因為天所為也有一些婦女合作社 可以塞一下布袋 浸一下 可能種一下香草 做一些小作仔 又或者青年人 亦都可以有一個空間去試一下 就業或者做一些小生意 其實現在整個經濟的體系 我們很多時候都在地產大業底下 我們買東西其實 某程度上是交租的 所以現在說到小販 其實他們正正就不是地產大業底下的產物 他們賣東西是比較便宜的 如果不是他們其實都是去超市 去大商場 賣東西很貴 對於他們來說 就很難有一些商場 或者商店的消費 現在一些無論是免野區 或者是天光區 都是一些小販 街坊自己組織起來擺檔 如果政府來做一些 去幫助一些虛市的文化 其實要做的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小販管理隊 正正是沒有了他們真正的用處 他們做事就是去捉小販 去打壓一些小販 但如果真的說政府要去推動這件事 其實就是做好這些虛市的管理文化 令到它可以合法化 就是他們不需要擺檔的時候 很怕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來捉 捉了我又有人罰錢 可能我找到也不夠罰 就是做好管理文化 亦都去宣傳去做推動 讓大家可以安心地在這裡 擺檔去賺到一些微博的收入 我們買東西的人也都知道 原來這裡有個合法的虛市 也都會多做人來買 又一個清晨降臨 城市各處的天光虛 開始活躍起來 周而復始 對於遊客而言 香港可能僅僅是一個繁華都市 而對於這座城市中的人們 這裡是生活的家園 生活的自由與權利似在風中飄搖 在法與情的夹縫中掙扎求存 不管目的是養家糊口 或是眷戀人與人之間 那一份關懷和聯繫